有蘭嶼也有國小老師 顏子玉所上傳的說圖畫面可以看到 標題上寫著 2018蘭嶼中學落成典禮表演 而小男孩則穿著傳統服飾跳舞 為學校祝賀 但日前遭人向YouTube檢舉 以示為色情影片 並認定為規遭YouTube下架 讓老師顏子玉直說文化沒有被尊重 他可能沒有去探究我們的 我們的那些文化背景 或者是我們他可能 就是蠻令人沮喪的 就是我們都已經這麼努力的 在做文化推廣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不明就里的 就把我們封殺 抹殺了我們一些奴隸 上位國小老師的顏子玉 經常貼出達物族相關文化紀錄影片 當中就包含許多小男孩 穿著傳統服飾的表演畫面 認為被違規下架很不合理 且審核機制有問題 主人說身穿藍嶼傳統服飾 是代表認同自己的文化 以外人也許他不了解多少會有這種角度的判斷 會有這種看法 那我是覺得他穿著這種是代表 可能說我是認同 我認同這個服裝是代表我的先人 我的父母 我男性的穿著 至於影片為何遭移除 YouTube警告內容卻只強調 提醒您我們的社群規範中名列 YouTube允許和禁止的內容 你的影片遭到檢舉 目前已送交審查 經過審查後 我們認為這部影片違反相關規範 因此已從YouTube移除這部影片 而業務國小老師也已身負 希望能將影片重新上架 目前尚待YouTube官方回應 原則新聞小馬大聖 台東蘭嶼採訪報導